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酸辣开胃的酸辣汤 天冷来上一碗,暖身又暖胃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轮豆腐 将将它切成片,再改成小条 大根胡萝卜切成片,再切成细丝 一小把金钉菇切去根部 撕散后清洗干净备用 泡发好的木耳也切成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小料我们来切上一些葱花和姜丝 切好后放入盘中 再切上两个干辣椒,调到切成段,放入盘中 一小把香菜切成小段备用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用筷子搅散备用 锅中的油烧热,下入葱花姜丝和干辣椒把姜 让它们炒出香味,我们来配入些葱素 接着再加入清水 汤汁烧开后,我们煮上两分钟 然后将里面的小料捞出 接着再下入些生抽,提味增鲜 这时我们将所有的配菜都下入锅中 调味我们加入食盐,鸡精和胡椒粉 胡椒粉的量要多一些 将它们搅匀,将这些调料都炒匀化开 下面我们来勾芡,芡汁要分两到三次的勾入 汤汁的浓稠程度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锅入水淀粉 汤汁熬至浓稠后,我们再下入打好的鸡蛋液 蛋液凝固后,用炒勺轻轻地将蛋液推散 最后我们再淋入些香油,撒入一把香菜,即可出锅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酸辣开胃的酸辣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试吧